美国周一通报首例感染奥米克戎死亡案例 患者是德州一名50多岁男子 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告 12月18日当周 奥米克戎病例已占新增病例的73.2% 只用了短短三周的时间 纽约州周一新增24,543例确诊 打破疫情以来的记录 死亡增加131人 不过纽约州长凯西·霍赫尔强调 不会关闭学校 让我再重複 让我再重複 我们正在保护学校 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状态 霍赫尔说 正在向学校提供200万个病毒检测套件 以防因个别病例而关闭整个教室 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周一推文宣布 快速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目前正在隔离 将继续远程工作 直到PCR检测结果出炉 澳大利亚周二新增4600例确诊 再创新高 邦迪海滩的免下车检测中心 排满了等待检测的车辆 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 过去的强硬手段必须结束 当局不再通过严格的封锁措施 限制民众正常生活 泰国周一发现首例奥米克隆社区感染病例后 周二宣布恢复对外国游客强制隔离 并取消隔离豁免 泰国今年暑期疫情达到高峰后 病例稳步下降 周二通报2476例确诊 32人死亡 大约是高峰期的十分之一 新唐人记者李梅林明迪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